时下英伦最受尊崇的凯特王妃,其一态从容,善解人意的品格,为她赢得了民众民众的喜爱。 事实上,对于如今的凯特而言,没有卡罗尔·米德尔顿就没有她现在的成就。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银档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 其实,卡罗尔是凯特王妃成功的关键人物,而她作为凯特的优秀母亲,从凯特出生之后,就立志让凯特嫁入王室。 而正是有了这个目标之后,凯特的母亲就让凯特以女王选择为标志,她精心培育女儿,帮助她成长为一个完美的王室新娘。 她不仅以最恰到好处的仪态出现在各类公共场合,更用温柔谦逊的态度,善解人意的性格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与喜爱。 许多民众甚至认为,自戴安娜之后,凯特是英国最优秀,最受欢迎的王室新人。 考虑到她的平民出生,这乃是她与生俱来的优雅气质与敬业精神的结果。 想要成功,从来没有洁净可循,凯特王妃母亲绝对是这一点的典范。 世界上也从来就没有什么美丽的童话故事。 一个普通不能在普通的家庭,两个女儿,一个得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拥有花不尽的资产。 如果没有一点绝佳的手段,是肯定不可能的。 凯特王妃的妹妹嫁给了一半富翁詹姆斯·马修斯。 凯特王妃的母亲卡罗尔相对于卡米拉的手段来说,她的就称得上很励志,不像卡米拉做的一些事情都拿不出台面。 嫁给机场调度员的卡罗尔,生活并不算很贫困。 但是卡罗尔一直不满足现状。 在孩子上学时,不惜花重金让女儿们去了圣安德鲁斯学校,仅仅只是学费都要借助巨额贷款。 而且在孩子学校开派对时,她因为找不到物美价廉的派对离挺带时,竟后来蒙发了自己开一个专卖廉价派对用品的网购公司。 卡罗尔想做的事情就一定会去做,并且一定会把它做好。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她成立的公司也慢慢做得腾飞起来。 果断的她立即让老公辞去职务,回来一起经营。 圣安德鲁斯学校是著名的打造年幼淑女和绅士的学校,在这里面还能认识很多贵族同学。 可见卡罗尔早早地就一直在布局,真是门生做大事。 在凯特王妃即将读大学的时候,为了能与威廉王子进入同一所大学, 卡罗尔当即让凯特王妃休学一年与威廉王子同一时间上学。 才当晚15岁的凯特王妃就宣称以后一定要嫁入王室。 就凯特王妃的中学好友杰西卡就曾透露给大众, 凯特王妃有时候会在远处盯着威廉王子, 并自发地说,也许某天我会成为她的老婆。 凯特也从来没有让她的妈妈失望, 读书时学习就出类达翠。 不仅学习好,唱歌也是从不差人。 得志体美样样精通,怎么不俘获王子的心呢? 但是也有家长觉得卡罗尔太卷了, 仿佛没有她女儿完不成的任务, 每天穿戴整洁, 就连手帕都精致地绣着花铁名字, 这也是使得凯特王妃成为了那个别人家的女儿。 凯特王妃现在嫁给了威廉王子, 但是她的妈妈也还处于一个重要的位置。 最主要的是戴安娜的离开, 卡罗尔和威廉王子也亲近不少。 据说, 威廉王子对凯特王妃的求婚还是卡罗尔促进的。 婚后,卡罗尔还为女儿凯特王妃当起了家, 关于凯特王妃的两个孩子都是卡罗尔在照顾。 在准备结婚时, 威廉王子就承诺以后让卡罗尔照顾孩子。 其实凯特王妃的成功一大部分源于自己的母亲, 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她自己的努力, 假如说她嫁入王室之后和梅根一样, 也成就不了如今的样子, 只能说凯特懂得什么该做, 什么是不能做的。 凯特的成功故事向人们昭示, 良好的家教与正面榜样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 作为母亲的卡罗尔米德尔顿, 给予凯特最正确的生活指导, 使她能为任何角色做好准备。 这也对其他年轻女性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一个称职的母亲能引领女儿走向成功。 卡罗尔风光地让平民女儿进入王室完成大婚, 而卡米拉却落得小三人人喊打落魄地进入王室, 虽说现在成为了王后, 但是面对高龄的查尔斯, 她无从下手, 只能盼望她能多挺一天, 自己就多风光一天了。 现在已经不是原配灾数, 小三成良的时代了。 相信以后威廉王子绝对不会对卡米拉太温柔, 毕竟她是忍辱负重的戴安娜的儿子。 卡罗尔培养出来优秀的女儿是最可敬的, 虽然她用了一些手段, 但是也算理解她没有损害别人的利益。 相信凯特王妃有这么一倍后盾, 以后在面对卡米拉各种作妖时也不会束手无策。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 威廉王子告诉人群, 她没有忘记哈里王子的39岁生日, 虽然她没有与其他王室成员一起公开祝福苏赛克斯公爵。 威廉王子开玩笑说, 她没有忘记她弟弟哈里王子今天的生日, 但粉丝们仍在等待威廉氏亲王是否会打破两人持续的不和。 发出公开信息, 9月15日, 哈里王子满39岁, 他的妻子梅根, 马克尔出席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举行的2023年不败运动会, 一起庆祝了他的特殊日子。 参加体育赛事的人们为哈里王子庆祝生日, 一大群人一边拍手, 一边为哈里王子唱着生日快乐歌曲。 威廉和哈里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共场合是在去年9月女王去世后。 哈里王子与威廉氏王子和王妃一起在温莎城堡散步, 他们齐聚一堂, 哀悼失去祖母的悲伤。 在活动期间, 兄弟俩像聚集在一起向了数千名参与者致议。 据《太阳报》报道, 当威廉王子今天在桑德林恶母庄园散步时, 他向人群保证他没有忘记弟弟的生日。 威廉王子说, 今天是他的生日, 你说得对, 确实如此。 当有人大声问他是否忘记时, 威廉氏亲王笑着说, 不, 我没有忘记。 毕竟是一起长大的亲兄弟, 一起过了三十多年生日的人, 这个日子他们又怎么可能会忘记呢? 可哈里没跟抨击王室的做法, 也确实让他们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吧。 谁也不想和谁妥协吧, 就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前王室记者珍妮帮德告诉《太阳报》杂志, 他认为威廉王子无意弥合他们的不和, 并打算将哈里王子从他的脑海中抹去。 这位王室专家称, 威廉王子因弟弟的言论而深受伤害, 他不太可能公开或私下助弟弟生日快乐。 威廉王子不仅没有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向弟弟致以良好的住院, 他的父亲查尔斯国王也没有公开住院他的儿子生日快乐。 当查尔斯国王被发现在儿子生日那天参观佩斯郡的一个反贫困慈善机构时, 他没有对这一天发表任何评论。 小编个人的观点是, 正常情况下, 英王室成员在过生日当天, 无论是查尔斯和卡米拉的官方账号还是威廉凯特的都会发图祝福, 而今年无论是哈里梅根还是阿奇莉莉贝特的生日, 英王室都保持了沉默。 而这估计也和哈里梅根抨击英王室有关吧, 逆境之前的时候, 哈里梅根虽然已经退出了王室, 但英王室依旧还会祝福他们生日快乐, 如此看来这夫妻俩真的是伤透了英王室的心, 他们之间的裂痕是越来越大呀。 其实, 王室对哈里生日的冷淡处理已经充分暴露了他们之间存在分歧。 自从哈里夫妇退出前线王室, 定居美国后, 和王室的关系就越发疏远。 哈里夫妇频频在媒体上抨击王室, 王室自然也对他们愈发失望。 这次生日冷落事件, 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可以预见, 经过这次生日冷战, 哈里和王室内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会更加恶化, 彼此之间已经形成怀疑与误会的隔阂。 哈里会感到被孤立和抛弃, 王室也会对他们的态度愈发失去耐心。 如果没有有效沟通, 只会使问题越来越严重。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